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 我來簡單介紹一下我們V家不動產研究院 是V家集團旗下 基於房地產全周期研究為體系 立足大灣區、輻射港澳台以及海外 關注行業宏觀和城市微觀 為港人大灣區置業生活提供指引 我們的頻道會定期地推出大灣區頭條日報 大灣區樓市一周快報 大灣區樓市指數報告 大灣區生活指南或熱點新聞 以上方面的視頻 歡迎大家關注 以及轉發給想在大灣區買樓居住的朋友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V家不動產研究院的頻道 我們今期節目繼續來講到 港澳青年在珠海就業的下篇 其實在2021年 珠海已經出台了一個珠海就業創業補貼申請辦理指導清單 裡面明確地將港澳青年 即港澳戶籍的高校畢業生 納入了就業創業補貼的對象範圍內 補貼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對於企業的 一個是針對個人的 針對企業的 包括一個小微企業的社保補貼 補貼的條件有兩個 一個是用人單位屬於小微企業或律師樓和會計師事務所 另一個是用人單位招用了畢業兩年內的高校畢業生 和畢業生簽訂了一年以上的勞動合同 三是相關人員按照規定繳立社會保險費 整個補貼期限是每個人最長可以享受到兩年 補貼的標準是每個月按照用人單位符合條件的人員 實質繳立的社會保險費給予補貼 另一個是靈活就業的社保補貼 補貼的條件就是 一個勞動者屬於本市戶籍的就業困難人員 或者畢業了兩年之內的本市生員高校畢業生 和諸許市普通高校畢業生 陷在諸許讀書的高校國務台畢業生 第二個是本市範圍內實現了靈活就業 以及已經向公共就業人隨服務機構 以令活就業內登記就業的人員 另一個是以個人身份繳立社會保險費 補貼的標準是按照實質繳立的社會保險險總繳費工資下限 成於單位繳費比例的50%給予補貼 整個補貼的期限除了對法定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人員 可以延長自退休之外 其他人員最長不超過三年 針對個人就包括了四個工業補貼 一個是基層工業補貼 補貼的條件就要有以下三個 一個是勞動者屬於畢業兩年內的高校畢業生 然後第二個是珠海市參加了政府部門組織的服務機材項目 或者一些機關事業單位的基礎崗位 簽訂了一年以上的勞動合同或服務協議 另一個是勞動者要按規定繳立社會保險費 另一個是勞動者不屬於機關單位偏內人員和合同制職工 整個補貼標準是每個人每個月補貼200元 整個補貼期限是最長不超過三年 除了這個基層工業補貼還有一個就業補貼 這是一次性發放的 按照每個人3000元的標準給予補貼 每個人只能享受一次 整個補貼條件包括了兩個 一個是畢業兩年內的高校畢業生到中小微企業 或者春居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工位就業 和單位簽訂了一年以上的勞動合同或服務協議 第二個是按照規定繳立六個月以上的社會保險費 才能享受到本項補貼 還有一個補貼就是就業建築補貼 補貼的對象是符合條件的本市建築單位 補貼的標準是每個人每個月按本市最低的工資標準給予補貼 補貼的條件包括了 第一建築單位組織畢業兩年內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 香港、澳戶籍高校畢業生或16至24週歲失業的青年 參加就業建築 並且參加的建築期限是滿了三個月以上的 建築單位按照每個月不低於本市最低工資標準 對建築人員支付工作補貼 整個補貼的期限最長不超過12個月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大灣區的青年就業計劃生活補助 補貼的對象就是一個要相關人員 參加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第二個是處於計劃實施期間 按照計劃安排在珠海市就業的人員 補貼的標準是每個月1000元 補貼的期限最長不超過18個月 申請材料包括了 就業補貼的個人申請表 港澳台居民需要提供港澳 居民往內內地通行證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或其他有效證件和出行紀錄 符合條件的港澳青年可以登陸珠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網上平台 申請補貼的 港澳青年符合條件的話 都可以參加報名到一些國家統一的一些職業資格 包括一些國家統一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 教師資格考試 註冊會計師考試等最內的職業資格考試 以下就是一些考試的報名的渠道及暫 irua 歡迎帳一帳了解詳細的內容 我们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节目会讲到 港澳青年在珠海如何去创业 想了解更多湾区资讯的话 记得来关注我们 V家不动产研究院 现在已经覆盖海内外全平台 快点掃描以下的QR Code 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视频啦